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不是所有的城市在竞争中都能逆流前进的 有个别城市在优良的条件下还是止步不前 广东省就有这样的一个城市 它是珠江口的核心城市 它与繁华的澳门相连 与香港和深圳隔海相望 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好的不能再好的港口城市 竟然一直发展不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城市就是珠海市 珠海市下属的海洋面积大 岛屿很多 所以有白岛知识的美誉 这个拥有独特称号的城市 它的经济发展却不太理想 珠海市在去年的GDP为2914亿元 跟附近的中山市和澳门差距很大 处在澳门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附近 却没有被带动起来 这是很奇怪了 从生产总值的数据中看出 珠海农林牧鱼业的占比小 工业的占比最大 而且对总产值的贡献也最大 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不上不下 虽然每种产业都能够为城市的经济做贡献 但是那些发达城市的第三产业的占比都是最高的一项 可见珠海要想发展的更好 还要下很大的功夫 尤其是第三产业 虽然珠海的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 但是这里的旅游资源好 海岛和海滩的风光四季不变 能游泳还能钓鱼 有喜欢大海的朋友来这里旅游准没错 此外还有白莲洞和凤凰山这样的景区可以游玩 珠海的旅游资源也能带动经济的发展 相信它在未来一定能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好好的发展起来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位来过的朋友评论转发以及关注哦